以為移居英國的手足 去到當地就會乖乖低調做良民 誰知時不時還要出來爆笑了 這次他們又在倫敦搞了一個 還我新聞自由 一人一信塞爆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行動 現場都是例牌揮港獨旗、光時旗、玩示威 但網上傳出手足們 在討論群組裡面吵架就很精彩了 根據截圖內的對話 有手足說把示威現場的照片放上網 結果竟然被人說拍到大頭 公主你實在疑心太大了 影響者都不甘示弱 在討論群組裡面反駁說 哪有拍到人大頭 就算拍了都在英國有甚麼好驚 還說手足們經常說要奔向自由國道 現在已經在自由國道都要自我審查 驚三驚四 嘩嘩嘩 這位影響手足真是講中潘 既然當時大家捨棄香港 走到他們眼中最為自由的英國 為甚麼還怕被人拍大頭 一個打證旗號 以新聞自由為主題的遊行 竟然要審查拍出來的相片 俸不俸似些 證明你多疑缺乏自信 心煩氣躁 偶然間有點失眠 討論群組內喊喊下膠 又有手足出來慎 在英國生活多艱難 說每月只收緊四十四磅 快要懂光合作用才夠錢搭車 每次出去活動拍照 還說天天吃雞胸蛋加個菜 每個月真是洗一百磅留下 總之今天何必當初呢 手足們有沒有掛念香港 不過有都不要回來 好雨的嘛 鬼頭無名月 下一句是甚麼 誰人都知道 是低頭師父鄉 錯 是Lundervish blowing down